一直拍手到他這邊為止 表示我們的精神 這一堂課絕對不會讓你們獨孤 好 謝謝 各位動心各位動氣 大家午安 大家好 精神這麼好 我今天要介紹我們的貴賓 張振興律師 律師很多 教育跟我說律師很多 七八千個 招牌落的都會講到律師 但是我們來演講的律師是不一樣 他要作為檢察長的代理 主任檢察官 還有檢察官 他也辦很多的大案 他稍後等你介紹你就聽得有 他在演講裡面 用這個刑法 用演講很巧妙的 讓我們增加很多的知識 我不要浪費時間 再一次熱烈歡迎張律師 謝謝 感謝秘書長 我看我們在座的老中青三代都有 老中青三代 所以說這個華語 北京語 國語可以 台語可以 我只會三種 華語就是國語 你不能聽我講 你聽我講 台語 第三種 台灣國語 好啊 不好意思 剛才那個思議 我今天要來介紹 檢察官 檢察總長來了 我沒辦法 不過一般 我們被尊稱的時候 不能夠拒絕 就一個禮貌 謝謝你的祝福 這樣就好 意思就是 我 這個以前我們碰過 受訓 有時候會問 你跟台大畢業 其實不是 其實是北大 台北大學 比如這樣說 台大當然身體比較高 北大身體比較少一點 人家跟你說 不需要 如果說北大也不需要 謝謝你的祝福 我政大畢業 但是我剛才台大 不是部學班 也有台大部學班 我剛才台大企業經理班 就是現在的EMBA前身 那是班主任一個 陳定國 你不知道怎麼聽說 跟企業管理的 還有王志剛 做的經濟部長 他跟行銷 上個禮拜六才吃飯 口床之後 走去吃飯 我的同學會 王志剛 你問我一個問題 蔡律師啊 庭長跟主任 不知道我有什麼不一樣 有什麼不一樣 當過經濟部長 不知道 庭長跟主任 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的法學教育 不知道是不是都在基層 部長今天都沒有法學教育 我說的 要開玩笑 這個不一樣 很簡單 不是馬上 你講的就是不一樣啊 庭長只有兩個字啊 主任檢察會五個字 第一個不一樣 檢查體系 檢查體系 跟司法體系 本來就是不一樣 在舊的時代 有一個司法行政部 可能年長一點要知道 後來改成法務部 早年司法行政部的時候 司法行政部的時候 司法行政部管多大呢 除了最高法院他不管以外 其他的司法機關通通管 其他司法機關包括什麼 你檢查一個沒說到 最高法院檢查署 他沒說到 對最高法院檢查署開始管喔 啊 接下來呢 高院 高檢署 地院 地檢署當然包括婚院 然後 要觀察這個 最高法院檢查署 後來推檢分立 推示跟檢察官的體系分開後 司法院的體系就是最高法院 高等法院 在地外 這邊就是最高檢查署 那個高檢署地檢署 各位如果有一點仔細的概念 檢查署前面上面啊 還有官法院兩個字 比方桃園 桃園 桃園的地檢署的全稱 它正確的名稱 台灣桃園 地方法院檢察署 啊法院呢 台灣桃園地方法院 這樣而已 檢察署前面還有官法院兩個字 這傳統以來就是這樣子 這個部分沒有改 為什麼沒有改呢 因為大家一直到目前為止 還認為包括大法官都解釋過 檢察官跟法官通通是司法官 司法官 司法官 像我們都是考試過來的 司法官以等特考 要及格去受訓 受訓以後 以我的例子來講 我們 我是68年榜的 我是73年才受訓 74年結訓 受完訓 成績出來了 現在要分化當檢察官法官 我們早年是用選庭治院 剛剛大學聯考要庭治院 第一次院台大 第一次院台北地檢 台北地院這樣子 我們那一年 是用三個人一組 三的倍數 成績三的倍數做檢察官 所以我十二名 檢方第四名 這樣去做 是這樣子 那法院有兩個名額 檢察官一個名額 過程是這樣子 那我那天 大致上也說明了一下 這樣的一個推薦分率 讓那個王志剛王部長 他現在是當 外貿協會的董事長 外貿協會董事長 我們今天跟各位介紹 刑事訴訟法 這個訴訟法 訴訟法是一個程序 跟刑法 刑事訴訟法 是一個程序法 刑法本性 是一個實體法 那一般有聽過一個名字 叫做罪刑法定 罪刑法定 是用在刑法上面 一個人犯什麼行為 犯什麼行為 法律的規定 他是什麼罪 這個構成要件 那這個罪要怎麼樣判刑 法律要明文規定 所以罪跟行 都要明定 叫做罪刑法定 你換了那個罪 要怎麼樣被判罪 那就是訴訟法的問題 怎麼樣進行這樣一個程序 的訴訟法 所以這訴訟法本身 是要完成一個程序 讓一個人有罪無罪 做一個裁判 做一個判決 大概訴訟法本身的意義 是這樣子 那我們這個訴訟法 在早年 民國九十二年以前 我們可以大概 做一個分界線 九十二年以前的訴訟法 我們叫做職權進行 依照法官的職權 一官 去進行這個訴訟程序 也叫做糾問主義 就是都法官在處理的 那你要傳證人 問證人什麼話 都法官自己問 問完自己決定 法官最大 九十二年以後 我們改為 我們社會上 一定聽過很多這樣的名詞 什麼交互結問制度 有沒有聽過 交互結問 證人的交互結問 當事人主義 那我們比較正確的名稱 就是九十二年以後 改為 改良式的當事人進行主義 因為民宿訴訟跟行宿訴訟 原來就不太一樣 民宿 民宿訴訟 在既有的傳統的制度裡面 叫做當事人進行 也就是說 你今天 法官不介入你的案子 所有的事實證據 都要你當事人提出 我們以前有一個 民宿訴訟法 非常有名的教授 也當過大法官叫做姚瑞光 今年九十四歲 政大今年校慶的時候 他回學校 要頒給他 那個榮譽法學博士 高十四年 他一直都是辦民宿訴訟的案子 他開庭跟我們講 你在上課的時候他開庭 他開庭不要講話 叫做法官不語 法官不要講話 他不會講話怎麼開庭 他開庭真有技術喔 他用下巴開庭 各位有沒有聽過用下巴開庭 下巴開庭 下巴開庭的意思就是說 儘量啊 有些動作啊 用下巴表示 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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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該你了 下巴開庭的案子就結局了 真的不要講話喔 講話啊 手數太大啊 頭髮髮髮 你在說什麼 哎呦 要告訴大家大家怎麼說不對啊 所以你的表情啊 喜怒哀樂 表現於你的 你的這個這個這個臉孔上啊 當事人會緊張啊 曾經有過一個案例喔 確實有過一個案例喔 開庭的時候 那個法官 常常 蛤 你說什麼 聽不懂 好像貓一樣喔 抓 抓到後面 就被利用了 那天候委員死人說 你剛剛 開庭所 啊你有注意嗎 我看 有什麼動作你知道嗎 我看我成功 不是啦 三十三十 可以比三十啦 你這裡比四十 這麼三十 就這樣 啊 啊同志人同說 啊 說出那個辦法 但我們在這裡走廚房也不知道 所以盡量少有動作 檢察官開庭會不會用下巴 也會喔 檢察官開庭要問話啊 下巴怎麼問 下巴怎麼問 我自己說被告的不好意思 被告 像這邊講 怎麼講 不講 真的不講齁 下巴 怎麼好好 趕緊站後邊 怎麼 下巴就指揮發警 現在不會了 以前在我們聽老師講 有的檢察官烏難很兇 有碰過檢察官烏難很兇了吧 關起門來 偵查不公開啊 現在這些都已經改了 大概不會刑囚啦 有沒有刑囚出事的 他在士林啊 有一個少年犯的案子 阿嬤去刷刷 早來把檢察官打 因為少年刑案 後來檢察官還是要問 法院先問問 檢察官要問 阿嬤 把檢察官打什麼 檢察官我跟妳講 我們孫派我派 今天要講一個道理 那炒檢察官是怎麼來 把我們孫派 那不是人家啊 他做行書嗎 學家在派我們孫 這句話 說出來好像 意思是 行書才才才得到 所以我在想 如果是屬於 四年級以前 三年級的 大家這個學員 這個年齡層的 大家聽得懂我跟他講什麼 因為以前 日本時代 行書很難 對嗎 抓到那裡去 沒問題 所以老一輩的觀念是 行書可以打人 我們聽了是好笑 我說這些都過去了 都慢慢過去了 當然書中華的改進 不是說 一改就非常完善 我等一下會跟各位說 食物跟 這個 食物上跟置物上 還是有一些落差 今天要跟各位介紹是這樣子 這書中華改了以後 我們 大概可以看得到 法律的進步在哪裡 我自己當律師 我以前是當檢察官 我的名字你知道嗎 說成章 振作了振復興的心 我剛剛提到我 73年受訓 我是68年綁一直沒有去受訓 後來被通緝了 你如果還沒來 就不會讓你受訓 我只要去受訓 受訓73年底 其實是 73年 中 中那個 那個 夏天的時候去受訓 一年半結訓 到 74年 我現在講的是民國幾年齁 74年 那個 結訓 後來到基隆 後來調士林 調台北 從台北出去澎湖當主任檢察官 然後到南投當主任檢察官 代理檢察長 到板橋 當主任檢察官 從板橋下來 當律師 我手上有曾經辦過幾個 比較有名的案子 那個死掉了也有活的也有 活的一個人現在在高雄 他講比較有名的案子 有名的有比較知名度高一點的 各位聽到一個叫做楊霜武沒有 楊霜武 他在台灣 開槍 打了 誰 高林峰的屁股 對不對 跑出去 高林峰那槍沒有打死 不過高林峰 去年已經 今年還是去年往生了 楊霜武還在 然後跑去日本 又殺了一個華僑 好像姓楊 雖然也是姓楊 反正殺了華僑跑去大陸 後來 那一年 國際警察知道 他到泰國到香港 就把他 那個抓回來台灣 那個案子是我 負責辦起訴 那個起訴書的書類 還在法務部的這個 這個 意思是有就是說 收集的那個判 起訴書的那個類篇裡面 我那個起訴書有在裡面 槍殺一個人 我第一審 我們起訴以後第一審判他死刑 第二審死刑 第三審死刑確定 確定怎麼沒有病 不知道 現在 死刑的問題 也是設為一個問題 有人 反對死刑 有人 贊成死刑 用推論講應該是會 除非他去鑑定說頭腦有問題 像那個賣咖啡的那個女的 說鑑定什麼 可能不判 其實報紙不要預測 應該是不要預測 像這種重大的 這個很血腥的案件 那不只有殺人 還有魯仁勒鼠 還有魯仁勒鼠 還有殺被害人 等等 還有社會上比較 那個 那個危害比較大的 像槍械佐斯 那個販賣製造 第一級毒 第一級毒品 海洛因 鴉片等等那些 那比較重 那個最重都可以判到死刑 殺人 不是唯一死刑罪 各位不曉得 小不曉得 殺人罪在 刑法 271條的規定 他最高只是死刑 無期徒刑 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他有三個刑度 因為殺人 這樣的一個行為 他有可能很多的動機 手段等等 所以他的良刑 比如說有的衛護報仇 有的因爲情殺 有的因爲彩殺等等 有的是亂殺 讓陽酸五這個案子 他死刑確定 去執行 人有時候是運氣 蓋棺才能論定 結果碰到檢刑條例 檢刑條例怎麼規定 規定很有意思 說死刑啊 如果是殺人殺一個 檢為無期徒刑 殺兩個不檢 你多帶一個 所以變成無期徒刑 無期徒刑可不可以假釋 可以 他舊法是關二十年就假釋 就這樣 運氣很好 這個人會不會死還不知道 死以前豐盛好不好 要看當時狀況 以前歷史上有兩個人物 是個很典型的人物 都有曾經史學家 來做兩個 做兩個 兩句話來對應他 從古早 古早以前姊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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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尊稱他為周公 還有一個典型人物 是漢朝末年的一個叫做王莽 大家想到周公厚人王莽拍人 你們都這樣想齁 大家都這樣想 歷史上有兩句話 周公恐懼流言日 王莽千公下四十 聽不懂我肯定說一遍 這有一個歷史背景 周公當年 要輔佐臣王就位 大家都認為他會創位 有那麼好心 大人求小孩一個敢敢敢敢敢 看不敢 可能當時要把他撲掉 自己要做王 當時的環境大家都在想周公恐懼 周公很多流言的那個時候 如果那時候死掉 就沒有周公了對不對 拍人敢死 我真的以前死 會這樣想 王莽還沒有創位以前 千公下四 下面叫千公下四 下面叫千公下四 對人千千有理 溫良公儉讓 所以這兩個 我再重複這兩句話 周公恐懼流言日 王莽千公下四十 若死二人生早死 若死二人生早死 如果這兩個人早死 這個結論最重要 一生真為有誰之 對不 所以我們叫做蓋棺論定 叫做蓋棺論定 所以這個人你看楊窗虎 能夠活的也是 這是遇到這個巧語 剛剛講死刑到底要不要會 這是另外一個議題 或這個鄭傑的事件發生以後 又再討論一下 我看那個網路上還是哪裡 有寫到說 你主張冥死的不要執行死刑了 如果鄭傑殺的是你的家裡人怎麼辦 有這樣的講法對不對 冥死也有他的道理 不是主張不要執行死刑有他的道理 社會學本來就各個角度都有 所以我們常常講說一樣看花兩樣情 我講義上有這句話 有人但喜結成果 有人但喜花枣落 看你怎麼一個角度去看 主張冥死的他是說 不要執行死刑 他意思是說 死刑犯 他是因為殺了別人 把人殺死掉 所以你認為他要應該執行死刑 你既然認為不可以殺人 那國家為什麼又可以殺人 他用這種 這種邏輯 在火定他 火定執行死刑 宗教的角度也有 這樣說只有上帝可以給人生命 然後 把 把人的生命拿走 這盟主恩招啊等等 所以人不可以殺人 人做上殺人也不能再把他殺掉 大概 理論上是這樣子 那這個是另外的問題 我們講到要像鄭傑這樣的一個案子 要讓他 將來被判死刑 然後去執行 這個整個的過程就是訴訟法的進行 訴訟法的進行 所以我們從訴訟法開始來看被告的 眾算他是最大二級的被告 但是被告的保護 一點都不能夠放鬆 還是要保護他 讓他受公平的審判 所以第一個公平的審判 我們認為法律上規定 法律上規定 法律認為說 可以隨時選任辯護人 在我還是講 差不多四年級以上還是三年級 以前的各位學員 以前的觀念上 哪有隨時請 請辯護人 對不對 都要跟法律 要請再請 這所謂的隨時是什麼意思 只要司法警察 傳你去 你就可以帶律師去 就這麼一個意思在 甚至於說 你去了 才知道說 原來是刑事案件 要問我 我現在馬上請律師 警察 調查員多不能阻擋你 趕快請律師 趕快請律師 這兩天各位如果對 社會新聞有關法律 有一點點興趣的話 會看到有一個新的法實施 叫做提審法 有沒有聽過 如果有一個人在路上 真的喔 這個各位可以 不是叫你們試試看啦 說你的親戚朋友 碰到這樣可以跟他講 突然被抓了 你可以馬上第一句要跟他 我要見法官 提審 提東諺提審就審判 我要見法官 司法檢察單位 司法調查單位 一定要讓你 送到法官那邊去問 法官他不知道怎麼把他抓去 我到底什麼原因 這個臭警察我不要跟他講話 法官最公正 所以我跟你 向你申冤 法官可以馬上查 欸 你抓人家有沒有提票 他是不是現行萬 不然為什麼抓他 通緝有沒有 警察站在旁邊去問 他看就像壞人的樣子 啊這樣就可以抓啊 有人面向壞人 以前有這個刑划 刺青 刺青 以前有 現在沒有啦 哪有的 犯罪人出獄以後 哪裡有做記號 沒有啊 那多少那個 到監獄 進進出出 跟他走廚的 出來一樣 好 很大班的那種 出來又犯案很多 那 既然沒有 法律上的要件 他又不是現行犯 又不是通緝犯 又沒有拘票 那你為什麼抓他 最近 報紙有寫到 有 有一位秘書長 不是我們這位秘書長 收到特徵組的一張 傳喚通知書 有沒有 丁陶寶寫暗遊 有沒有 沒有寫暗遊 也寫關西人 那天有人就 看到報紙就問我 欸 啊這 怎麼這樣 光浪 怎麼這樣 就這樣啊 啊他這樣你也可以這樣啊 什麼意思 你就不要去嘛 他可能抓你嗎 不可能嘛 那關西人 關西人不是被告啊 對不對 什麼叫關西人 蛤 他說 我就住黨 不是住官司 但他不是這樣子 在法律上啊 你要跟他騎 就不能說騎 我前幾堂 跟學員都介紹過 我們的司法院 各位在司法院裡的我 四萬一 去台北重慶南路 你不知道啊 多少有知道一下 重慶南路的司法院 對面是什麼 北一女嘛 啊 左邊的 中東府 右邊 對地方法院 其實那邊也有其他單位在 那個司法院面對 重慶南路這邊啊 如果各位有印象 有三個大拱門嘛 有沒有 那是日治律師的建築物啊 我上一堂問過 那個學員 我說 如果有印象先告訴我一個答案 那個司法院的圍牆有多高 比比看 這位學員厲害 比桌子還矮啊 那個還在啊 矮的那個圍牆 那叫圍牆嗎 只能說是一個界線 那就是這樣 那這 我要講的不是圍牆 就是這三個拱門啊 中間那個拱門是法官進出 我們外面像這樣子 這邊一個小拱門 比較小的拱門 就是一般的行政人員進出 以前打官司要走這邊的拱門 這邊的拱門啊 有一個洗手台 要進去的人先洗個手再進去 洗手 要洗手 要洗手 要洗臉 要不要洗乾淨 不要 不要鬥嘴 他那個洗手台 有他的意義 因為法律上有一個言語 無捷徑之手 不得入法庭 手如果不清洗 不能去換他 我剛剛講的意思就是這樣 他說 他說 你發一個傳票 寫到這樣不清不醋的時候 要怎樣 要怎樣 給你量出來看 大家有四非公斷 那以前是這樣 洗個手 洗個手就是一個象徵意義 因為法律上有這句言語 這真有意思 我現在洗手台沒有了 到家裡要去找 不要問法庭說 那洗手台怎麼沒去 我哪有洗手台他也不知道 那一邊洗手台才有 法律上 講究這一點 就是要讓大家知道說 所有的程序 都要符合正當程序 所以你請律師 是正當程序 各位如果聽你的親戚朋友 有過這樣的一個經驗 有人會提到 做完筆就出來了 怎麼這麼久 黑白問我們外交了 沒關係啊 你怎麼沒請律師 就說不免啊 說不免啊 為什麼不免 說啊 律師喔 叫他來雞開錢的啦 在這裡又不能說話了 就職場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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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啊沒有 你回去就回去了 你如果有事情 去檢查我那邊講 有的 有的警察啦 調查 你要請律師 他就這樣跟你講 給你呼嚨過去 啊有人想說算了 我們就沒辦法 請律師 好像在走什麼 有這種心態喔 最近有個當事人還在問我 我多請一個可以嗎 我說怎麼可以 一個人可以請三個律師 可以請三個律師 可以請三個辯護人 接一下就問我 請那麼多的 好像我們自己不對 法國人說 你看你看你看 請那麼多人 該死的 怎麼會這樣想 不會啦 法國人現在法國在管你請幾個 我們不能請到四個 不是說管你請幾個 三個就三個 相接三個 行事所上的辯護人 三個人 告所人的代護人 代理人 相接來是三個人 請一個可以 請兩個請三個 民事訴訟 請幾個都沒關係 所上代理人請幾個都沒關係 那你請禮書 當然有它的意義 以前我們開始做禮書的時候 那時候還沒90年 敢去行事警察局 還我當事人 你看電視 現在等你做彼錄 看到一個螢幕 我來要聽一下 不用啦 你看看 你看看我打不打 你看看的 那錄影大了 不會不去 意思是什麼 不是讓你靠近當事人 以前是這樣子咯 我們要跟他套交情咯 好像畫 當然他們當時是這樣的一個制度 但我們一般當過檢察官 似乎接下來他比較會痛濃一點 我說以前就是這樣 有一個律師在調教局裡面 跟調教員打架 就是因為這筆錄的問題 所以以前很奇怪 那觀念就是 你律師這個我們問他不要干涉什麼什麼 其實不對 現在法律修正到什麼樣的狀況 我要讓各位嚇一跳 但是有沒有做一回事情 第一次見被告的時候 不管你是在行政警察局 調教局現在還有一個單位在辦案 林政署有沒有聽過 林政官 你第一次辯護人找到被告的時候 其實在那個單位 我們不叫被告 叫做犯罪嫌疑人 被告是到檢察官這邊 地檢署以後 才稱為被告 第一次找到你的當事人的時候 你可以跟他洽談一個小時 這樣有對不對 對喔 我怎麼說總結 律師到了對不對 是不是這個人 開始做筆錄 都去開了對不對 如果你可以跟你的當事人談一個小時 當事人可以跟你講一個小時 多麼寶貴的一個小時 你知道 你是看什麼事情 這樣喔 這樣注意喔 我跟你講 調查站不能偷聽 而且有全程錄音 錄音就錄音怎樣 那也不是筆錄對不對 那這個沉上來沉上去 欸 要注意喔 以前 貪污自罪條例 我們用現在最多案件來說 那個基隆那個不算大 遠熊這一件 遠熊是廠商嘛 在以前的法律 貪污自罪條例 廠商送錢有沒有犯罪 有沒有 各位 你看我這個問話 我這個問話是 是誘導式的問法 有沒有 你們總會答什麼 有或沒有 其實答案不是這樣 看情形而定 法律不是規定說看情形 法律有他的規定 所以我說看情形 我簡單講 今天廠商如果送錢給公務員 這裡有沒有 有沒有賽職的 送錢給公務員 目的是為了 希望他違背法令 處理你的事情 你的送錢你犯罪 他收錢你犯罪 他的收錢換的最嚴重的第四條 他公司條第四條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我說舊的法律 一百年改了 如果你送的錢 廠商送錢給公務員 送錢的目的 不是叫他違背法令 沒有違背法令 你給他拖那麼久 快一點好不好 公務員說 快 我不知道要快 你就掛好 你自己看 掛二百三十五號 我剛才扮到第八號而已 要多快 二百三十五號 青菜公公的 我那個人怎麼沒看的 三十五啦 抽屜打開 就塞了一把東西進去 有沒有叫他違什麼法 沒有 對不對 還是可以辦 我真的最多賺 你看前面那些 你不帶的那些 你都在那裡寫公文 叫人家補助 我都不用補 不是你看看 你看看 你看看 好啊 跟班班的 改動大樓二十幾樓 要不要檢查消防裝備 水電 有沒有政治標記 對不 公園裡面我們去都沒有帶東西 空間去一樓 看到頂頭 哇 當然 一樓一個紅包在那裡 都合格的 在舊法時代 這樣的行賄公務員 廠商不換法 公務員也沒有因為他拿了紅包 就不應該準的給你準 有沒有 本來就該準 這個叫不違背法令的收受賄賂罪 屬於第五條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行賄者不犯罪 所以我剛剛講說 你跟 當事人在討論 律師跟當事人在討論 就討論這些 一般都是先抓廠商去問 如果說不可以說 有送的包 有 這個人這樣做得對 看得不對就不行 有時候就繞了他那邊 被他誘導訓問 做了一些答案 不好 現在修改了 現在紅包條款也犯罪 紅包條款犯罪 我們上一堂也有人在問這一個 各位 有的公務員跟老百姓很好 交情很好 去找公務員 很有禮貌 公務員也是一板一眼做事 出國回來 出國回來 現在比較出國機會多 以前小時候 想不想說 你後面會出國 想不想 你後面會出國 現在出國有什麼遺憾 以前出國 帶個香菸帶個酒回來 送給什麼 送給公務員好朋友 有 有 那行書 上次破那個答案 謝謝你 我們隊長 就是帶我們出國 這個什麼酒送給你 有時候會這樣子 送給公務員 老百姓送給公務員 出國回來 送酒給公務員 犯不犯罪 不是有一個誰 一個法官 後來被查到 所以洋酒要騎卡車去載 送酒給公務員 這樣有沒有犯罪 有 來 來這裡又有一個概念 要有 要有 職務上 政府上 的 對價關係 才犯罪 聽到沒有 對價關係 就是說 我送你這個 現在酒最貴的 什麼酒 因為我不喝酒 我 你想想到 路易十三 聽說路易十三 一瓶要 好幾萬 好幾萬 相當貴重 出國回來 送給這個公務員 我們講 什麼叫對價關係 就是說 我今天給你這樣的一個 財務 物品 金錢也好 他的目的就是跟你換你的工作 如果 要對我 有一個 有利的一個 一個 一個儲婚 這個叫對價關係 叫做我回來 送了酒 聯絡一個法官 欸 我齁 帶五湯 帶太多 路易十三 只帶一袋回來而已 一袋要怎麼帶 會被沒收 親切公公的 分散一個人 帶兩瓶就進來了 對不對 人家就十二瓶 法官要收 就很奇怪 送這麼多酒幹什麼 顯然可能有什麼 對價關係 這個就是要去查 查對價關係 如果沒有對價關係 就不犯罰 這樣說得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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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想不怕 你不要送那麼多的 送一萬塊就好了 好像 其實公務員不能收禮 這是正風的問題 如果你的理收了 有職務上的對價關係 就屬於什麼 屬於賄賂 行賄的部分 剛剛提到 紅包條款都不行 我們本來有提到 說那個第七條 你老百姓送錢給公務員 他只要不違背法令的一個處分 你老百姓不犯罪 公務員犯罪而已 現在連老百姓都犯罪 罪是不中了 不過是犯罪了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新的法已經規定了 所以通通不能 因為對價關係的送禮 今年年底要幹嘛 選舉 選舉 選舉要送什麼 買票 算盡沒策子 票買就有了 我在澎湖當過主任檢察官 那一年去八十四年 八十三年底 那八十四年整年 也碰到選舉 選縣長 選縣議員 我們要去宣導 宣導 緩會選啊 不要買票啊 澎湖那種鄉下地方啊 我們都先到 人要不去 不像你們先到我們才來 那我想 還有五分鐘嘛 路上再走一走看看 就有幾個人在討論 我多少聽 那一區有三個人要選 那個鄉鎮有三個人要選 縣議員 只有一個名額 一個人這樣說 有什麼人這樣說 我們這邊選舉 實在很明顯 很明顯什麼意思 一號的二號的 比較多機來 三號的都沒有在探討 什麼意思 不怕較高 那選舉的 對嗎 說得正確率喔 對 這叫做什麼 經驗法則 對 選舉就是這樣 不怕這樣嘛 不然你會選那些啊 不然你會選那些啊 不知道他們的旁邊都沒有 不然你會選 不然你會選 不然你會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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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王最大啦 做老闆就已經說是王嘛 對吧 家的好長 還是王啊 不過這樣男生很多都做聽長 睡覺聽 這樣說齁 那人一生啊 是不是常常 很不如意 很多事不是出於我自願 最早最早的一件 不出於我的意思的這個事情 是什麼事情 人的一生最早最早 不是出於自己的意思 而做了什麼事 先不能說帶我 出生嘛 你出生怎麼自己高興來 不然怎麼哭到這樣 絕對不高興 不是自己的意願 長大 上學 也是這樣 各位都不知道 可能那個時候 記憶已經沒有了 看現在小孩就知道 上學用Q的 好像Q股的 他不去上學 他不想上嘛 不是出於己願 就業也是對不對 考試停自願也是 考試停自願也是 後的自願都聽不到 就是這樣 很不如意 什麼事情只有你自己可以決定 什麼事情 其實是選舉 投票的那一剎那 把它倒下去 自己自願 那買票啊 五花八門啊 有沒有聽過 那賭三號的啦 這行情假 一人六百 沒貼 不拿 白不拿 我們家五票耶 五票 天氣 這樣也沒有道理 有誰知道 所以現在 買票的人很厲害喔 因為選舉也很奇怪 多半是他冬天喔 好奇怪喔 多半是冬天選舉 所以那個 穿大衣裡面的 那個六地 都可以摘一些 有的沒有的 然後 你拿三千的假設 好 你要花式揪著 三 翻起來嗎 來 肩膀坐在 你揪著 絕對要倒三號 好啦 我倒三號 不行 天大爹屁 怎麼會撞東西 假設這樣說 我要送錢的人放心嗎 如果是這樣 你拿人家錢 你票投得下去嗎 你要倒一號的 你怎麼拿三號的錢 怎麼可以倒一號的 蛤 我會被公序兩署 沒用心 我會說我在插 我基督教的 你在生媽祖 我們講這意思還是一樣 就是說 這個是一個對價關係 所以你不能夠 那我們宣導就是講這個意思 說我們 最大就是王嘛 一個社會圈子 公司 家庭 甚至一個組織 我們用這個王來蓋稱 能夠最大 他做決定 我們看康熙 什麼鄉鎮 其實都 雖然他可以殺很多人 到最後都覺得 哎呀 這個不是己意 不得已 選舉 憑王國更大 在哪裡 住 王街就是這點 把它倒下去 就要把它倒下去 你姓冠姻 沒有你拜媽祖 沒關係 就是這樣 所以要自己做主 選舉到了 順便講講 選任辯護人 法律上的規定 已經 有好幾個 層次的進步 甚至於說 有些 重罪 你不選任還不行 他強制你選任 幫你選一個律師 還有呢 現在聽過一個法律 輔助基金會沒有 也有 我們就當審查委員 你一定的經濟條件不夠 好 到法府來 會跟你請個律師 由基金會出錢 那錢不多 所以呢 法律上會變成說 在不管在哪一個階段 萬一有一個假 有一個人 魔假 他當被告 或是當所謂的犯罪嫌疑人 去被訊問筆錄的時候 去做筆錄的時候 承辦人員 包括檢察官法官 刑警 調查官 剛剛講那個什麼什麼 那個那個 連政署的連政官 他問完你的連籍資料之後 要告知你的權利 法律上這個 我們司法法第95條 你可以懸念辯護人 你要不要請辯護人 如果要 辯護人呢 我打電話問問看 法律規令 法律規令可以等四個鐘頭 很厲害 這個時間不算24小時內 你可以保持靜默 靜默什麼意思 點點點比較沒忙 你可以不講話 實務上 不講話的被告多不多 不多 大家如果問下去 好 都要掏心掏肺 講清楚 以前回來 其實你可以保持靜默 最近有一個案子 被告有保持靜默 很有名的一個案子 一個高檢署的檢察官 女的檢察官 當過主任 一個女性成 她後來幾次的偵訊都保持靜默 但一般老百姓不會保持靜默 不過這是你的權利 她要告知你 我們看港劇常人有這句話 被告被警察壓在地上 警察跟他講 你現在可以不說話 你所說的話 將來會當作什麼 呈堂公正 就是這個意思 還要告訴你 不可以違背自己的意思 可以不違背自己的意思 而陳述 你講話憑你自由講 我們沒有自己 沒有自己罕解 沒有自己壓迫 意思是這樣子 可以申請調查有利的證據 可以申請調查有利的證據 依照自己的治癒意思陳述 重要不重要 以前問難不是喔 她問你 你講 那個狀況 你不要跟她說話 你這個我們查清楚了 就是怎樣怎樣怎樣 對不對 不是 再說不是 你怎麼這麼合作 你比較配合 就不是這樣 你喜歡說空空 你說不是就不是喔 就一直要 繞著去要你講事 現在不會 我們曾經有辦過一個案子 我們主張在檢察官那邊講話 沒有證據能力 為什麼 我們主張 他陳述 他陳述 揮出於自由意識 法官問 何宜憲德 你為什麼這樣主張 請看 錄影帶 現在法庭內包括檢察官 問難的時候 問難的時候 有亮一個招牌燈 叫什麼 錄音錄影中 如果沒有錄音錄影 那不得了喔 不得了喔 都不能當證據喔 所以我們曾經調那個光碟 有一件事這樣 調來看 一看光碟 法官說 他講得很順啊 我們說法官請你看 這個被告在檢察官面前 手銬沒有解開 手銬 腳銷沒有解開 他怎麼會講話出於自由意識 成立 檢察官的話不算數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所以 你承受自己要有 就是以自己的 心理的話講出來 不能被脅迫 被詐欺等等 我們剛剛講 以前的問案會 給你洗腦等等 也有這樣的案例 就是沒有及時訓問 人歡迎大家馬上問 再去九點到 會補三點才問 中間在哪裡 去洗三文亂 當然不是啊 以前是刑囚 現在是洗腦 這個案例都出現過喔 不可以這樣 不可以這樣 要及時訓問 你沒有及時訓問 你要講出正當理由 機器壞掉啦 錄音帶卡住啦 等等 被告要抽煙啊 那看實際狀況 原則上就是要及時訓問 還有可以申請調查有力的證據 所以你可以舉證 可以舉證 現在九十五條啊 蘇東華的九十五條啊 又多加了兩個要件 告知的條件 還要告知你 請問 請問你是不是原住民 還會問這樣子 有的被告開始被問很不習慣 蛤 你是不是原住民啊 我敢有姓 怎麼問這種話 法律就這樣規定 他其實是保護原住民啊 如果你是原住民的話 法庭有個專屬原住民法庭 就歸那邊去辦 意思是這樣子 還要問你 你是不是中低收入戶者 那個某某某 你是不是中低收入戶 所以一問啊 法官馬上又借一句 你有請律師應該不是啦 你就請世總 應該不是啦 法官有時候自己這樣講 那辦公室解圍 有的當事人被這樣問 也很不高興 我敢看他 他犧牲了 那都不是那種 法律的規定就是這樣 一定要告知你這個信心 要告知你自己 告知以後才能夠開始問 才能夠開始問案 我們現在 常常有時候看法律的制度啊 有模仿到日本 所謂的還起訴 還起訴 一般 只要被告啊 自白 在偵察中自白 那你的罪 是在三年以上有期讀金以外的罪 就是比較輕微的罪 如果自白了 那檢察官跟你談條件 我們不要起訴 你繳一定的公益金 就OK啦 有沒有這種情形 聽過沒有 叫還起訴 不是緩刑 緩刑是要到法院以後 才叫緩刑 被起訴了到法院了 才有緩刑的問題 在檢察官這個階段 本來是應該起訴你的 但是他還起訴 就暫緩起訴 因為他跟你 你認罪了 你自白了 跟你談條件 要不要繳公益金 要 這是最重要的條件 你去繳公益金 還起訴一年 好不好 被告到部分都說好 不過還要看你的狀況 看被告的狀況 不要有千科 換的不是重罪 條件講好了 能不能討價還價 還沒有決定以前都可以 去捐個兩百萬好了 最近有個捐六百萬的是誰 大家這麼單純都沒看破爪 今天報紙才說 對啊對啊 連什麼新還是連會什麼的 是吧 那就是還起訴 法律有這麼一個規定在 所以很多被告 好啦 因為將來 打官司啊 那真的是 非常冗長 勞民傷財 有的當事說 我就憲人沒 我要給他拚 爭氣不爭財 有的案件 要多久才能夠審完 法律規定是規定 那是內部規定 地院 一年半 要解案 解不了案 就牽 事為不辭言 什麼根據還要查還要再查 所以我們有個新的法律 叫做訴審法 有沒有聽過 妥訴審判法 就是說一個案子啊 如果有被告再押的話 再押總共加起來 包括檢察官押的時間 檢察官可以押多久 四個月 一個月兩 一起兩個月兩個月 以前我當檢察官的時候 押一個被告是自己決定 現在呢 要法院決定 所以檢察官決定要押這個被告 他要寫一個申請羈押 申請羈押書 我們叫做申押 申請羈押啦 由法院來決定 那檢察官沒有直接的權利 但是法院一準啦 檢察官就有兩個月的辦案期間 辦不完 再延兩個月 兩個月到底要辦不完怎麼辦 量辦 你要換被告 換左 不然呢 趕快起訴到法院 只有這個狀況 所以一般都趕快起訴啦 各位起訴以後到法院 法院可以押多久 第一期押三個月 法院比檢察官大 押三個月 再來看押多久 再押兩個月 還是辦不完 能不能再押 再押兩個月 前面四個月 對不對 這裡是多少 322嘛 7個月 11個月 還可以再押一次三個月 兩個月 十三個月 十三個月 重大刑案 沒有次數限制 在訴訟法沒有規定 押的次數 哇 整個當時 所以訴訟法規定 這個特別法 刑事訴訟法的特別法 一個人最多只能押八年 阿佩妮 阿佩妮阿佩妮還沒伴 剛才立起的時候 小孩剛才出事 就在上二年級押 爸爸還沒回來 這個情何以堪 然後我們說實在 而且第一審第二審也規定 剛剛講重大刑案 可以一直押 現在訴訟法規定 最多押六次 最多押六次 所以法律是進步 沒有照這樣做的話 法官會被懲戒 你跟他押過期 會被懲戒 現在這個訴訟法規定 其實他有些規定不錯 要看一下怎麼落實 如果第一審判無罪 第二審又判無罪 檢察官能不能上訴第三審 可以 但是條件很嚴格 以前上訴第三審 只要違背法令就上訴了 現在規定的很清楚 不是違背法令而已 你一定要違背憲法規定 最高階的 要不然你要違背判例 或是違背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你才可以上訴第三審 這條件很嚴 很嚴格 你不能濫刑上訴 濫刑上訴 有的案子 你檢察官不想上訴 以前有發生過 實務上 檢察官想上訴 這個首席檢察官就是現在的檢察長 以前叫首席檢察官 叫你不要上訴 檢察官很絕啊 宋神的本子上就寫 奉命不上訴 檢察官還沒注意看 他怎麼叩咬下去 傳為千古名言 司法院司法決哪一天你知道嗎 不知道一行一夜 元月十一號 今年的元月十一號還有展覽 那本還有出來 奉命不上訴 公務員有時候要自保 要自保 告訴你不上訴是你責任 最近發生什麼事情是這樣 總長洩密的那一件對不對 那個檢察官 因為檢察長被關說 所以他就不上訴對不對 他如果當初能夠寫清楚 就不會被問來問去 官場上也有人都是這樣子 自己要保命 保命 我們再講過來 被告的自白 被告的自白 他承認了 是不是就判他的罪 好像是 其實還是有限制的 不能以被告的自白 唯一有罪的證據 這個很清楚 他雖然自白 你就給他判 他就承認太多人 一定要調查其他的證據 來印證他的自白對不對 如果沒人懲罰 人家自己都要自白你怕什麼 不是 我來自白我去自鎖的自白 說阿扁那年 三年就那兩顆子彈是我大 拿去拐 當然要調查 查的結果呢 我是中校的 就這樣 所以一定要 第二種自白更厲害 我們很緊張的一個自白 就是 共犯的自白 夾以兩個人 共同去竊盜 被依頌 某些說 我根本就沒有去 他 我有去我承認 這有去嗎 你腳頭太太知道 他到底有去嗎 他這樣跟我講 他到底講不講 這也是要動作自白 要很明確 眾算明確啦 還要不要查別的證據 當然要啊 有的法官問案很奇怪 假自白啦 以不自白 他就問你 假的說你啊 你是怎麼說不 你給我一個理由 假為什麼要講你 你怎麼說得出來 說得出來 法官問說 你有錢嗎 沒有啊 你現在太太是不是太以前的女朋友 不需要啊 所以沒有情的因素 沒有財的因素 還有什麼因素 你們兩家以前 爸爸媽媽常常打架 沒有啊 既然都沒有 人家為什麼要講你 這很奇怪的問法 這個都有司法官的 這種中立性 怎麼可以這樣問 不然要怎麼問 問案本來就很多 很多就是你要技巧 你要跟著市政來問 現在都暑假 現在的我們這一代這一大代 小孩都兩個比較多吧 生第一個小孩有沒有很緊張 有齁 第一個小孩怎麼養 所以說照書養 切怎麼下就要怎麼搞 怎麼刺 第二個呢 照書養 很煩耶 喔 今天照書養 好幾分 所以兩個個性就不一樣 對不對 老大比較拘謹 老大呢 比較活潑 原則上 但你家不一樣 我也不曉得 這個是心理學上 演化出來一個案例 就是說 我們在家裡有一個狀況的時候 你要問老大問老大問不出來 他都點點不說 問老二會說 但是你要妥為運用 我要舉這個例子講 比如說很簡單 暑假嘛 兩個小孩都在家裡 媽媽去買菜 爸爸去上班 買菜回來 就發現冰箱養樂多十二瓶 通通喝光 那你要問老大問老二 養樂多都被喝光 要問誰 老大 老大你問他都給你看 問老二咧 老二你看 養樂多誰喝的 放在上面拼圖讓他喝 斷丟 誰喝養樂多 不是我 不是我 不是我明明就是你 不是我 你不講喔 沒有啊 我沒有啊 我現在桌子敲三下 第一下第二下敲桌 第三下敲你的頭 看你講不講 一二 等一下 姐姐也有 標準答案 他不會自白 但是他公出共犯 所以以前我們在問少年犯 也是用這一套 少年犯ABCDE 打到這樣 當頭腮歪 腳還畫一個刀 鼻鼻不好意思 誰把那個阿東殺成那樣子 七個被告怎麼打 都沒有打都在看別人 好像不是我 正常的反應啊 要怎麼問 我們一般 會先點名嘛 剛剛講過會先問年級資料嘛 那個什麼阿權啊 你留下來 其他先到紀錄所去 留阿權下來 問阿權 阿權 你知道我為什麼留你嗎 我看你最老實 誰殺了 阿中 把他講 很快 你沒有殺對不對 我沒有殺 還有看到誰 有啦 所以都講出來 就這樣 不能講謊話喔 絕對不會 我現在做筆錄喔 好 突破 案情 共犯 講了以後 還是要調查的 講了以後還是要照這個去調查 有的為什麼共犯會講出另外的人 當然事實有 或許是真的 但也有什麼 托人下水的 曾經有過這樣子喔 他以為兩個人去做啊 成都會昏灘 比如說 應該扮三年 一個人一年 那黑白心 大家都三年 這樣Q10個來之後 出兩個假 就這樣很奇怪的想法 還有呢 真的是夾怨抱負 所以剛剛 注意聽喔 剛剛有一句話 我在問說 阿人家 你跟他有沒有仇恨 你講 你們之間有什麼糾紛 標準答案是什麼 沒有啊 對嘛 沒有嘛 他幹嘛要搖你 他問到底 好 萬一喔 這不是說你們喔 你們的親戚朋友 如果有被問到這句話 要教你們怎麼講 你們出民家 那些人問 明天要去問阿人 萬一問了這句話 你要注意 你 跟他有沒有仇恨 我對他是沒有啦 不過他對我有沒有 我真的不知道 有時候啊 有時候啊 我們讓他起到不知道 其實我沒有心裡 或許他有意 要把他起到心裡 或許有 如果 我有一些人常常有很多人 但是我自己不知道 這個話就有一個 我們講有有預留一個空間 就不會被法官一句話頂回來 你跟他沒有冤仇 人家幹嘛要怎樣 其實這個本來 本來就不能這樣問 那就這樣問 所以共犯在我們行事訴訟法 一百六十 一百五十八 一百五十六條的第二項 他有規定 還要調共犯的自白 還要調查其他的證據 我們一般稱為補強證據 補強證據 補強證據 最難辦的案子其實 是夫妻之間的家暴啦 吵架啦 打架啦 沒有人沒有人看到 沒有人證據 然後小孩呢 小孩又小也講不清楚 所以那時候我們在講說 教官 那個法官難斷家務事 大概就是說 你要去怎麼認定 就跑出一個名字出來 叫做自由心證 兩個講的都很有道理 那種要判斷 所以可能啦 我只是說可能啦 如果法官的太太很兇的話 她會偏袒男生這邊 在家裡就經驗法則咧 太太都照怕的 對不對 如果女法官 就大概類似這樣 所以曾經有過 說那個小偷到底要判重判輕 小偷要判重要判輕 判重判輕 如果法官去衡量嗎 如果法官房子的佛教插頭啊 就說我們這小偷為什麼判那麼輕 小偷啊 很可憐啊 他真的出事都要跟他偷偷啦 那就是無錢嘛 要通勤他 如果被偷過你就不知道 那好像發生什麼什麼 瘟疫還是什麼 所以我們翻得亂七八糟 對不對 雖然那個到底我們曾經 被就是一個案件起訴 案件就是偷了 3塊5毛錢的麵包 就被起訴了 怎麼會不會把他判掉 那個檢察官的理由是什麼 那是這邊都抓到 我們到底多少吃比較大 你有沒有看到 辦案齁 我心如秤就好了 我心如秤啦 不能推論 這個很多法官 我們實務上看到 很多法官不曉得 當然所以最近會 我們這個律師公會啊 律師啊 會對法官的辦案做評鑑 法官不是都受訓呢 高高乍上有高院法官 一連幾次都被監察院彈劾 開庭態度很不好 有一次一個車禍案件 就實際上的例子 車禍案件開庭 我們有講義的大家看到 那準備程序已經弄完了 現在是審判程序 審判長要出來啦 他當審判長 他第一次要問被告 連幾次要問 被告你是不是要答辯無罪啊 你不用講我也知道 答辯無罪對不對 法官要知我心要答辯無罪 法官要知我心要答辯無罪 你注意聽喔 你不要想無罪 我如果這樣判你無罪啊 我出去也會被車創死 可以這樣說 要不要彈劾啊 問證人 反正我們講交互結問 什麼叫交互結問 就是誰傳的證人 誰先問 我們懷疑上叫主結問 比如說檢察官先傳一個證人 檢察官來問 檢察官來問 問完以後呢 由辯務人來問 或是被告證人來問 叫做反傑問 問完以後呢 暫停到檢察官再問 我好疼 叫做婦祖結問 婦祖結 問完 換辯護人這邊問 叫做什麼 婦緩結 所以一個證人要問幾遍 四次還有兩個次 以上 為什麼以上 法官還沒問 法官還沒問 所以 我們當年在 辦那個劉泰安那個案子 劉泰安各位聽過沒有 辦劉泰安的案子 傳了一個證人 很大很大的證人 立法院 跟王金平 齊名的是誰 柯建民 柯委員來作證 我們 我是另外一個被告的辯護人 不是我們結婚他 結婚的時候 手插口袋 法官說 委員這是法定的 你拜託給我 手就放出來 問了他不耐玩 唉 現在立法院正在開議 那很重要的議案要討論 法官說拜託 你意思是說我這件不重要嗎 也要給他搶一下 不是 趕快問 法官很有耐心 委員 這叫做交戶結婚證人 你知道這個交戶結婚證人 這就是你們日本他頂出來嗎 真的 就是他這邊立法院改出 立法院制定出來的 沒有辦法 這樣子的問來問去 最後法官還要問喔 我們剛剛說那個 被彈劾的法官 有一個案子就是這樣子 等到他問啦 證人你給我注意聽 我現在問你 你如果亂講 就是違證罪 聽到喔 剛剛有簽結文 知道嗎 接文知道嗎 叫做拒結的結文 這法律用詞 職文言的啦 不然這樣記的就好了 簽結文 還要唸出來 什麼什麼 不可以逆視真景 我聽給我 不可以逆視真景 逆啊 我敬您 開始特別讓他不可以弱 膩了啦這弱 把框弄掉了 就是不可以隱膩 不可以修飾 不可以增加 不是事實的部分 也不可以減少 事實的部分 也就是一般证人啊 要就其 親自見聞的事情 來說明 來陳述 所以不可以 應該是喔 沒有應該是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所以有時候我們跟證人事先溝通的時候講說 你如果不記得 不要勉強答 就你記憶中手機去講 不要假說話 因為證人啊 去打詢雖然有 有沒有證人旅會 有沒有當過證人旅會的 多少錢 還有三十塊不是五百而已 五百三十塊三十塊什麼錢 車賣費 因為公車一趟十五塊啊 來回三十塊 五百塊是你的日費 一天而已五百 這個還要看距離遠近 那這個證人 如果你被發現你有逆勢增檢 將來會被簽違證罪 所以證人還是要具實講 不要 不要有一些狀況用猜的 用推論的 這都不是 推論之間誰可以推論啊 找那種鑑定證人 以他的經驗來推論可以 你是現場的募集證人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有看到就有看到 沒看到就沒看到 有聽到就有聽到 沒聽到就沒聽到 就是這樣 可是我不太記得啊 有可能 人的記憶很糟糕 各位有經驗 我看很多都是我們這個年紀的人 年輕人也一樣啦 現在有記憶就知道 記憶會有什麼現象 記憶會有落差 時序顛倒 會不會 還有呢 記憶會自己去重整 把它合理化 這很糟糕 所以要達詢前 真的要仔細 一定要公正客觀 如果說你要掩護誰 這個都是違法的啦 在法律的常識上 以前一般認為 這個被告的先生太太 就配偶 小孩子女 直居血親 父母 還有他的這個員工 雇屬 雇主關係等等 主從關係 都不必簽結文 就是不用拒絕 我可以 也可以不當證人 但是現在法律規定 他要先問你 法律 你跟他的關係是什麼 問來作證的 某某某某某女士 你跟被告有關係嗎 還沒有關係 什麼話 不能問他有關係嗎 以前成功年沒來什麼 跟關西寫三次 下面有這三次 先免費 現在只要你願意作證 你就要簽結文 簽結文 亂講 就會有違證罪的處罰 所以你是父母兄弟姐妹子女也好 他當過你的董事長 你當過他什麼人 你只要願意當作證 所以這個是法官檢察官要先告知你 你可以拒絕作證 你有這個關係你可以不要作證 要不要作證 不要 離開 要不要給你530塊 還是要給啦 我要給錢 如果你要作證 他會好好的跟你講 還有一句話 如果因為你的作證 你會使自己也是變成被告的話 你也可以拒絕 這很合人性啊 現在的證人只要到法庭 跟被告一樣 都義勇軍啦 我就是要作證 沒有問題 我會講實話 會不會限制於犯罪 不會 我們沒有犯罪 事實上 我們看過很多案例 很多事例 很多人犯法不自知 犯法自己不知道 你會說這樣 這樣不行喔 我拿麵包 不是自己吃 我看那個 拿給他吃 這樣 以前的 你不是這樣做 我不是要偷給自己啊 說好像有道理喔 賀白說 構成要件上就有這句話 意圖為自己獲第三人 游民也是 不法所有 都說不說 不是說你救一人沒關係 那你就去 像有刺激那樣真的去救一人 像有刮鼓山 所以真的自己要認知 很多話在法庭上 檢察官前面一樣 做筆錄的時候 我是建議啊 最好跟律師先談一談 到底怎麼回事 這樣對自己才有保障 這話當然讓你們知道 可以以後跟 你們的左右鄰居講 你們的左右鄰居講 那這個是共犯自白的部分 我們接下來要跟各位介紹就是說 在法律程序上 一種證據要不要取捨 我們現在以前沒有過這麼嚴格的講法 現在出現了兩個名詞 一個叫證據能力 一個叫證據證明力 有這兩個名詞 各位有沒有聽過 就程式上來回想一下 犯眾出貢 我聽到嗎 就是你第一次講的話很重要 這個案件要暗中出貢 這案件著重於在你一開始講的話 為什麼呢 因為你一開始講的話 沒有人去影響你 你很純覺善良的心講出來 所以你講的話是真的 就有這麼一個暗中出貢 我在這裡來跟各位報告一下 暗中出貢 在現在訴訟法上不成立的 什麼時候才會成立這個出貢呢 在法庭上講的話才算數 法庭上講的話算數 那檢察官那邊講的話不算數嗎 跟各位報告 在檢察官那邊講的話原則上算數 例外不算數 有什麼例外 法律跟實務上 有一致的見解是說 今天如果這個證人在檢察官那邊作證 而你被告 沒有機會在檢察官那邊 來結問他的話 這個出貢的部分 到法庭上要問 讓被告有一個機會來結問這個證人 不能以檢察官那邊問完 就直接有效 聽到懂這意思嗎 所以現在要求的到法院那邊 到法院那邊 我們開始提到 積壓權到法院准 以前是檢察官就可以准了 現在要到法官那邊才能准 很多制度就是回歸於法官 我們有個名詞叫做法官保留原則 法立民實務 法官保留就保留給法官 用這樣來註解就對了 我們講到積壓權 寫一下 寫一下 因為這個 華語 國語 同音字很多 我剛剛一上台跟各位介紹 我會三種語文嘛 台灣國語也會 以前你們要上課我講話都聽得懂嗎 我們以前上課 那些教授 是大陸來的很多 相音很重 我們做筆記很難做 有一個教海商華的 跟我剛剛一樣自我介紹 各位同學 我是東吳大學 狗雞貓丫系 教授 他稍微有道理 動物大學 狗雞貓丫系 像是相思鱷魚系 搞了半天他是東吳大學 國際貿易系 狗雞貓丫系 啊真好 我們 上民法 前國城 當過最高法院的院長 他那個江蘇口音 跟余國法一樣 他那個法院伯母 好像翁姓啊 我以前做個行政院長 我是聽 去行政院開火的人說 說六邊啦 如果我在主席的時候 大家頭都在 為什麼 他第一句話已經說 兒門神經院 行政院 神經院 那個神經話 那個神經 以前的香音真的是很糟糕 我剛才講前國城也是 前國城教民法 債篇 開宗民法 開宗民意也講 各位同學 民法債篇 牙齒很重要 牙齒啊 媽媽的牙齒要注意喔 我真有好心 然後 就是我的牙齒 你說什麼 牙齒很重要 瑕疵很重要 瑕疵一下 幾乎不完全嘛 吼 媽媽的牙齒 買賣的瑕疵很重要 吼 你就這樣我們上課 哈哈哈 比這臭丸去問教育處長說 穿一拚還是你最好我還來 一句一句話跟妳解釋 所以我特別寫積壓權 怕說什麼 假 啊 還有狗 積壓權 懷孕決定 搜索權 搜索票 懷孕決定 法官保留 監聽權 懷孕決定 監聽啊 監聽出事的是誰 總長 總長用判 判三條罪 都是洩漏機密 洩漏機密 以前有一個政治 國際政治笑話你們聽過沒有 蘇聯啊 鐵幕國家 我們都是稱它鐵幕國家 不能亂講話 有一個老百姓就 就在生活很苦就講了一句話 蛤 史達林的王八蛋 被抓去判刑 判了二十二年兩個月 二二二 蛤 判了二十二年兩個月 沒有整數啊 因為兩個月 兩個月 是侮辱國家元首罪 有這麼輕的 還有二十二年耶 洩漏國家機密 史達林王八蛋 不能由你來講啊 標準 總長那一個條文 他是 洩漏國防以外之機密 我現在也把一個國防以外機密 跟各位講 這個下台這個總長 黃世民啊 是我大學同學 如果這個是機密的話 也是國防以外的機密 我們這同學很飽 以前 大學生很活潑要打棒球 跟我們一起打棒球的 後來打壘球 他當官以後啊 不太跟同學聯絡 我們有個同學去報到啊 後來跟我們抱怨啊 他到法務部報到啊 第一個就去找 那時候他還不是總長 當那個 那個叫做 法律事務司的副司長 我們這同學姓黃 黃基南 報到完就 欸 世民啊 我趕你來報道啊 黃基南看他來報道 欸欸欸 你先不要進來 十一點半我再去找你 現在上班時間 上班 不能說話 不能說他們話 他是這麼自 喔 就是自己自律很 很高很深的人啊 不能 不能亂 不能上 這個事情後來講出來啊 欸有人證實 他第一天 到台北地檢去報到的時候 他同行的 現在有一個 已經下來當律師了 跟他一起去報到 報到以後 報到結束了 就要回辦公室了 這個總長黃世民 當時就是檢查一般檢查官 就要跟另外一個 同學姓莊 同學 我肚子疼了 你 好奇怪 那同學 肚子疼了 最自然怎麼樣 那同學就 我們進來 到診所看一下 看完找一下醫生嘛 對不對 好啊 好啊 同學說 沒有啦 現在還沒下班 12點半才來 他寧可忍著啊 他就這麼忍 他不太跟外面應酬吃飯 有一個老師 在學校教課的 因為都比較年長 去法務部開會 修正那個刑事訴訟委會議 跟黃世民一起開會 開會的時候 開完會啦 大家講了開完會啦 那個老師突然想想 黃世民 今天政大有同學會 有一桌 誰誰誰都要去 你要不要去啊 要去給你留個位子 黃世民說 好啊 在哪裡 好啊 就答應去啦 老師說 自己先回家換洗衣服啊 那有同學開車去接那個老師嘛 那老師很高興 跟開車那個同學講 今天黃世民會來 很難得喔 我邀他他會來 那個同學啊 很快跟那個老師講 老師他不會來 我給你打賭一塊錢 如果他不來 你給我一塊錢就好了 那是什麼 他不會來啊 後來呢 果然沒有去 他就是這樣 所以 他發生這個事情 我們也覺得很奇怪 他幹嘛要 要這個事 但是 這個個案我們 不討論 因為還沒有判決確定 還沒有判決確定 判決確定 有機會 我再跟你講我的見解 這樣才比較標準 我的見解其實是無罪的見解 我只能這樣講 再說 那法官保留委員長還有一個 各位大概聽過 一個告訴案 如果 不起訴處分啊 可不可以在意 聽過可以七天內在意 在意就是類似像抗告啊 像上訴一樣 寫文章 寫那個理由 然後地檢署會轉到高檢署 再去認定 高檢署如果再駁回你的在意 就像上訴被駁回掉 說你沒有理由 那怎麼辦 以前就沒有怎麼辦了 就確定了 現在 訴狀法規定了 把那個在意的駁回處分 還有一個機會 就是申請法院 交互審判 可以做到這樣 所以最後由法院來認定 這個案子到底要不要起訴 所以我們現在想 這樣講的意思就是說 像家權搜索票的開例 監聽票 要不要監聽 監聽票 還有在意的駁回 這些以前都是檢察官就決定了 到檢察官為止 現在一樣一樣 都回歸法院 所以人民的權利義務 最後是由法院來決定 不是由檢察官來決定 各位 各位 心裡有個低估 檢察官 到底有沒有法官的資格 司法院大法官有解釋過 檢察官跟法官 通通是司法官 司法官 但是呢 各有他的職司職守 所以法官是審判 檢察官是偵查 但是他們多是 多是這個司法官 因為檢察官跟法官 在目前為止 都是同樣的考試 我剛剛也提過 是司法官一等特考 考上了 一起受訓 一起分發 將來還可以互調 檢察官可以申請調法官 法官可以申請調檢察官 現在制度是這樣 當然不是說你想過去就過去 你想來就走廚房來來去去 當然要一定的審查的一個機制 有一定審查的機制 現在 制度上很奇怪 像 一般律師考試 在我們那個時代 都很嚴格 律師考試 大概錄取名額啊 三個 六個 五個 十個 十二個 有一個人 承五十個也要死 現在一年承幾個你們知道嗎 律師啊 從阿扁第一年 開放 五百個 當然不是整數啦 五百多一點 這樣子 阿扁幾年 八年 馬英九第一任 四年也是一樣 前兩年 前兩年 也是一樣 所以一共幾年 十四年 對不對 通通五百個 然後呢 這樣就七千個人啊 七千個律師啊 最近一千一千的錄取 一個 所以新的 從阿扁開始 多出了八千個律師 路的 陽陽杯 所以我們在 總統五附近啊 人家怎麼走到要死 那位 手來 不用看 所以老師會用跑的 因為法院 好幾個要到處跑 以前 我們舊法時代的法官 律師啊 只要在律師區議室休憤 庭廷就來告訴你 欸 張律師 第三法庭很快喔 趕快跑過去 開完一下就下來了 另外一個在 欸 還有呢 第八 一定可以開到有一個庭 現在 走到皮麻串 人家走白虎 我們以前很少說 穿著法袍在外面走的 似乎 似乎似的 法袍我也有帶來了 律師跑啦 現在很多穿著律師跑在跑 因為地院高院兩棟不一樣 沒辦法 就這樣跑 法官倒是錄取得少 法官錄取得少 法官 現在都錄取75名左右 80名這樣子 以前我們 考法官 現在考兩 現在也是考三次 不過考的不一樣 現在第一次考選擇題 各位 哇那招我扣 扣選擇題 考選擇題 奇怪 我們以前第一次考國文 考一科國文 六十分 及格 才能考專業科目 我們講的 以前 我那一年 考的國文出了題目 出兩個題目 一個是深論題 一個是公文你做 就這麼簡單 就要考考下 題目要看得懂 我題目看不懂就完蛋了 我們那年考一個法學家 因為我每次都在講這個很有意思的 一個 一個題目 跟各位分享一下 各位聽過一個法學家叫做 荀子 比較常聽的是誰 古代的法學家 韓輝子 莫子 有人說莫子 其實莫子不算法學家 韓輝子 荀子 他出一個題目叫荀子曰 荀子講過了 荀子 法雖不善 法雖不善 猶豫與無法 白話我們怎麼講 法律 法雖然不好 比沒有法還好 簡單講 惡法一法 還是惡法非法 就這樣 這是惡法一法 還是惡法非法 惡法一法 荀子 說過這句話 你們聽過嗎 笑的 問了 聽過 題目出錯了 題目出錯了 真的題目出錯 荀子沒有講過這個話 哇 等一下 荀子講過什麼話 真的是出錯了 真的是出錯了 第二天報紙就出來了 聯絡報標題 荀子曰 法治不善 猶豫無法 還有什麼意思 這樣什麼意思 不善的法 對不對 這樣念嘛 不善的法 不如沒有法 我們簡單講 紅綠燈就好啦 啊 啊 紅綠燈 那秒差那麼快 走一半 就變紅燈了 站在路上要怎麼樣 對不對 法 所以不是 所以那紅綠燈 不是很理想 比沒有紅綠燈還好 那就本來講的 像法治不算 紅綠燈亂不撲 不如不要熟 大家看清楚才走 都有道理 不過問題是人家 群子講什麼話 法治不善 那第二天報紙出來 群子越知 考官越衰 考生越完了 真的是這樣子 講問題跟他處理 講問題跟他處理 是奴獵 這個奴獵 在英文英文 奴獵就把他列舉出來的意思啦 那要怎麼處理 是奴獵 我國歷代優良司法官 之事蹟 作為現今司法官之座右銘 古代優良司法官 我聽到誰 阿俠有六包公 在你 啊 孔子 陸布什儀 啊 還有什麼公 啊 施工紅袍 是不是 不是 想不想想到我們祖公 這考倒一堆人啊 還好那次我過了 那這個 現在沒有要求國恩要100分 所以有時候我們看判決書喔 啊 看得這麼累 明明文言文來 跟著什麼媽 會有這樣子 不是很順的 很順的內容 本來我們講剛剛講到說 照說一個法官 剛剛提到姚瑞光姚大法官他當法官的時候 他用下巴問案 就盡量 不行於顏色啦 就你的表情 不要讓人家去猜測 這是最標準 那你總要判啊 對 所以你法官的意思 法官對案件的見解 完全表現在你的裁判書上就好了 所以你的文理 情理 法理 都在文章上表示 這是最高竿的 所以會說 法官不渝 不要說話 意思就是這樣 不然開庭 東罵西罵 看你沒作 我去請浪費 這種話怎麼能夠講 有檢察官也是被懲戒 也是這樣開庭 亂講 你上次怎麼沒有來 上次沒收到 你沒收到 你以為我有收到 你說什麼 你以為我做到 現在年輕人 尤其年輕人被告 不簡單 你給我亂來 我回去 上網 對不對 跟你表達出來 有時候什麼 部長信箱 弄進去 監察院弄進去 就會查 現在公務員 時間到了 還有五分鐘 那時間 我們在講這些 讓各位有一個體認 因為時代在進步 法律也在進步 但是 辦案也要進步 辦案也要進步 今天雖然很大雜獎 我想讓 因為各位可能 行政訴訟不是 不是很清楚的一個學科 因為秘書長有特別交代 你們很多都要上什麼華裏課 上比較偏向那個 國際政治的課 還有一些 組織的課 這個訴訟法 其實就是在我們生活中有 會碰到 會碰到 那各位 將來有機會 再跟各位詳細再 進一步再介紹 今天有時間關係 就到這裡 謝謝 好 各位委員 我們再次以樂樂的掌聲 謝謝張振興 張律師 帶來精采的演講 謝謝 謝謝 我們休息吃飯 各位俊仇委員 我們休息吃飯 我們休息吃飯 謝謝 謝謝 我們休息吃飯 各位俊仇委員